我現在講一下我們激勵自己和激勵基督徒成長 就是如何興起人的靈命 聖經說得救很簡單 就是悔改信靠耶穌造舊主 是一個伯伯的禮物 這個人就得救了 聖經說得很清楚也說成長 即是說得救之後會有什麼改變 有什麼更新 聖經說了六樣的改變 健康的基督徒就會有這六樣的改變 如果他完全沒有 就是他生命有問題 而這六樣就分開三對 第一對是跟救恩有關 就是他會繼續悔改離開罪 譬如有基督徒信耶穌 但他又繼續犯罪 他又不覺得錯 他就有問題 第二就是會繼續信靠耶穌 就是他繼續很想耶穌救他 很想拔著耶穌 很想跟耶穌有關係 這個是跟救恩那個人一樣 悔改信靠主 然後兩個呢 就是跟關係有關的 就是會繼續親近神 尚在耶穌裡面 耶穌是尚在他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了 就是跟他的關係 他的關係包括 會看聖經會祈禱會回應神 有時候有些人是沒有回應神 神感動他不要犯罪 神感動他做某些事情 他又不聽話 他就沒有關係 就是在他裡面 然後愛神 聖經講到第一條最大介面 就是盡心盡聖盡 盡意盡力愛主 我們的神 還有講到 若有人不愛主 這人我做我走 就是 愛是我們基督徒 每一個都應該做的 即是說 真正的基督徒 他就會親近神 遵從神 有一個人 但是他不祈禱的 他跟神的關係 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可以不得救的 如果他不祈禱的話 最後就是行為有關 就是遵從神和侍奉神 在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就說到 凡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 不能盡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盡進他 即是說 不是個個主呀主呀 就是 稱呼主呀主呀 就是求主 呼求 不是凡夫求主的人 都一定能夠進入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盡進去 當那天 就有很多人跟耶穌說 我不是奉你名傳道 奉你名趕鬼 奉你名行 許多義能嗎 但是耶穌就說 我實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這些事 都有人離開我去 我從來不認識你 就是 耶穌不認識他們 之後他沒有遵從神 就是說 有人說耶穌 但是他繼續犯罪 繼續 不處理他生命 那麼他就繼續犯罪 這個 遵從神是 得救的表現 不是方法 這裡說全部都是得救的表現 得救的方法始終是悔改 信教耶穌做救主 但是呢 真正得救就會有這個表現 然後第六項呢 就是侍奉 有很多人覺得這樣 啊 你信主就得救 你想有賞賜 你就侍奉 有些人會這樣說 你不想侍奉 你不想有賞賜 你就只信主 你就沒有賞賜 有這樣的觀念 如果你要賞賜 你就侍奉 那你有賞賜 那你不要賞賜 你只信耶穌可以了 那觀念是很錯 因為為什麼呢 就以為呢 我信耶穌 但是呢 我遵從耶穌 稱的耶穌 是任我做不做的 我不想上次 就只信耶穌那部分 我其他就不做 但是聖經不是這樣說的 關於 剛剛我說到遵從 如果沒有遵從的 不能進入神的國 然後跟著呢 說到侍奉 聖經也說到 是不能夠得救的 侍奉的意思 不一定是教堂侍奉那種 任何你做在人身上 因為在馬太福音25章 有三個比喻 第一個比喻就是實童女 五個童女有預備有 就可以進入天國 因為他新郎回來 就可以進去 但是那些沒有預備油 那些就進不去 那這個 還有在外面 就在那裡愛酷切齒 所以這個是說到得救的 那這個油呢 應該就是 說到神的恩典 神的同在 就是他有神的救恩 神的同在 但跟著第二 第三個 就說到這個人的生命表現 第二個比喻就是 這個 五千 一千兩銀子 分配給三個 奉仁 兩個奉仁 就賺了 五千和兩千 主人就說 你是有良善 又中心的奉仁 第三個 他說 很害怕 我想到你就害怕 我就把那些錢 埋藏了 他說 現在元銀給你了 但耶穌說 主人說你是又惡又懶的奉仁 就把他趕去外面 黑暗裡面 然後哀哭切齒 這個肯定是不得救的 就是在外面 黑暗裡面 哀哭切齒 然後跟著 第三個比喻就是 綿羊山羊的比喻 綿羊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在馬太福音二五章最後 說到這些人要往永燃 那些人要往永生 第二和第三個比喻都是說到侍奉的 即是說他的恩賜 第三是做在人的身上 這樣的時候 神就會賞賜 如果沒有的時候 他的生命有問題 不是說我們靠侍奉得救 我們永遠都是靠侍奉得救 我們永遠都是靠侍奉得救 但他真的得救就會有這些表現 即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的觀念 我相信耶穌 我深信耶穌 他深信耶穌 但對耶穌完全沒有愛 沒有親近 沒有遵從 他覺得我回去教堂 總之我是說信耶穌 我就得救他 這其實是一個謊話 恩信清義 是聖經最重要的真理 不過不是唯一的真理 有另一個真理 信心一定有行為 他信心沒有行為 就是他身邊有問題 因為信心有問題 我們不是靠侍奉得救 但行為是他必然的果子 即是一棵樹 你說他生了 下了泥土 他生了兩下 然後從來都沒有葉 從來都沒有果子 一棵樹只有幾個樹枝 永遠都是這樣乾的 那你開始懷疑這棵樹是否真的生 完全沒有表現 它是死的 那它怎樣的棵樹有生命呢 就是有種子 有泥土 有陽光 有水分 這些因素 首先是種子有生命 生命就是種子 但是種子需要養分 需要水 需要泥土 需要太陽 這個就是 生命都是神的 殺種比喻 就是這個種子 殺種 那種子出去 神的壞語 神的生命 來到我們的身上 但是這個種子是需要泥土 需要養分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神的壞語 神的天才 就是養大這個人 真的養大 他就會有結果子 他就會親近神 會遵從神 即使六陽也有 他會知罪 他會繼續信靠耶穌 他會繼續親近神 他又會愛神 他又會遵從神 他又會示弄神 就證明他真的得救 就是那個果子 那這個就是 鼓勵人 也都其實告訴別人 我鼓勵人親近神 我就會這樣說 神有很多禮物 在天上有很多好東西 因為聖經說到 他是掌管一切的恩典 當然親近神 聖經說到 在CB91篇說到 這個人因為他專心愛我 我就要答救他 我要聽他的討告 我要叫他成為尊貴 我要將他放在高全 你看CB91篇最後的三節 就說到 一個人愛神 神又會怎樣祝福他 聖經也說到 這個先求神的國和他 一切加給他 先求神的國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關心神的國 想多些人得救 聖耶穌 傳福音 接著就是 第一就是得救救恩的國 第二就是 神掌權的國 因為呢 那個王在哪裏 誰知道他是王 就是他作主 那皇帝說甚麼 那些人做甚麼 就是他 他的帝國 如果那些人都不聽他話 他根本就不是王 神如果在我們心裏 都完全沒有作主 那心就不是他神的國 但如果神在那裏 神說甚麼 我們就做了 這個就是神的國 降落他的心 所以呢 就是一個人 第一就是想人進入天國 第二呢 讓神做王 這樣呢 和先求神的義 先求神的國和義 就是遵從 義就是遵從神 所有吩咐 這些一切就會加給他 他整個生命就很豐富 神有很多禮物等著給我們的 其實我們太陽與水都是禮物 我們的生命氣息也是禮物 我們的機會 事奉的機會 生命的機會 工作的機會 入色的機會 這些都是因典來的 還有呢 神會給今生的賞賜 今生的能力 和乾淨的福氣 是我們可以經歷到的 但我們不是追求這些東西 但耶穌的確 天父是知道我們需要的 的確會供應的 其實聖經有說到的 它說 因為你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在《菲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 我們得救 只是為了救恩 是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就是 神也賜給我們為他受苦 那你說 受苦不是很慘嗎 基督徒受苦 就會有力量 有力量 就是在苦中有喜樂 有力量 就是在苦中有喜樂 有力量 那意思是什麼呢 我是解釋 我們不是這個 Prosperity Theology 就是封聖神行 就是我追求 我親近神追求這些 我就不是這樣的教導 我是說 神真的會供應 以及叫生命封聖 以及預備方法 祂可以祝福人 而神又會供應祂生命 祂是會 祂是會 在各方面附足 祂不一定有錢 祂不一定有錢 祂會有需要一切 並且祂生命是附足 喜樂平安 有力量 是開心的 是有果子的 神有很多禮物等著我們 當我們親近祂遵供祂 那些恩典就來了 耶穌都說 如果有人愛我 天父一定愛祂 我又愛祂 我們便會來到祂那裡 和祂在一起 還有 傳福音 和凡耶穌吩咐 都教訓祂遵守 神就與我們同在 耶穌就與我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門 所以說到 神一定同在一起 祝福我們 所以這個第一個鼓勵 就是神有很多恩典 神有很多禮物 你需要什麼 神會給你 給你機會 給你健康 像我那樣 66歲 但是神給我強健的身體 和意志堅強 心靈興省 心靈喜樂 又帶著能力 和神給我很多 很簡單 很實際的教導 那我就告訴大家 很多恩典 你想不想你的心理又豐盛 很多人說 耶穌又在家裡又吵架 又不開心又失眠 又煩惱 但是 走耶穌的腦 神又會給你各樣的恩典 你就會不會 不是煩惱 失眠 痛苦 這就是恩典的推動 神也有賞賜 你為神做什麼 你真心做就可以了 你不用一定做到很大的 草木和佳 主要是指內心的罪 譬如說 驕傲 自己以為自己很聰明 為自己的榮耀 這樣做就是草木和佳 但是如果 就算人很簡單 我就是愛耶穌 我想幫人 我做不到多少 我就是關心人 我為祈禱 我做到多少 就做多少 神都賞賜 那些都是金銀寶石 越是真心 就越是金銀寶石 不是說你要做得很大 大了很多人信耶穌 才是金銀寶石 真心 愛主 愛人 就是金銀寶石 而神會賞賜 一杯涼水都賞賜 何況更多的侍奉 所以我就會鼓勵人 你有這麼多恩典給你 神會提升你 神又紀念你 你今生來生 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榮生 我們就會這樣鼓勵人 另一個反面的警告 沒有親近神 好似知此在後面枯乾 然後人實起來 冰在火裡燒了 聖經警告 有人不愛諸之人 我做我就 遵從 沒有遵從的 順略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 還有情慾的事 顯而易見 淫亂、污衛、奸淫 這些所有污衛的事 這些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犯罪不能承受神的國 還有不侍奉神 是可以趕到外面 黑暗裏面 在那裡哀哭徹齒 也都是 他的生命是神奇 是有惡又懶的牧人 一個就是正面的恩典那麼大 但是反面的也是很大的懲罰 和很大的後果 我就不希望人因為怕 所以譬如讀書 我怕佛打所以我才做功課 應該說我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學生 我將來我的整個生命和事業都去發揮 這樣來推動他讀書 就不是說 如果我不讀 就被家人罵 有老師又罵 不是這個原因而是恩典而來 不過如果真的有些人不聽話 我們都可以這樣提他 告訴他 真是要面對神的審判 而在神裡面 真是他給你的喜樂 在詩篇十六篇第八節九節 他那裡說 我將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即是呢 將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即是整天親近神 因他在我右邊我就不知遙動 那又會有什麼後果呢 我的心就歡喜 我的靈又快樂 我肉身也都安然居住 整個人又開心又快樂 肉身安然居住 很輕鬆 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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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健康 一人流行得福 永遠去天堂 今世得福 它又幫了更多人 所以一個人可以生出若干人 其他人又生出若干人 一個人可以影響很大很大 這是我鼓勵人 很簡單的說出這些 怎樣得救 得救之後有的果子 但不是靠這些得救 說得很清楚 不是靠這些得救 這是得救必然有的果子 真正得救的人 他親近神 悔改認罪 他討告 他自然就會生出這種生命 他如果沒有這種生命 他就不是真的得救 他不真的看到罪的可怕 不是真的看到神是真 他真心悔改 真心說神啊 我想你救我 我想跟從你 想你救我 他就一定會改變 OK 我先簡單講一個鼓勵人 鼓勵人如何認罪 悔改離罪 憎恨罪 離開罪 信靠耶穌 然後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和侍奉神 很簡單的鼓勵 你自己都可以鼓勵自己 如果我不親近神 我就像樹枝在外面枯乾 沒有力氣 神也不起願 因為他沒有結果子 耶穌也有比喻 說到有個人種了紅花果樹 但又不結果子 他說不如把他斬掉 但管人說不如多給他時間 看他還生不生 如果他不生才斬 神也會有警告 所以神幫助我們珍惜有的生命 生命也很大發揮 因為我會祝福人 普大發揮也得蒙神的恩典 而我自己對付罪 我的動力就是 罪一定有破壞性 先說到遵從神 第五項遵從神 為什麼我會走神的路遵從神 不要犯罪 因為一定有破壞性 信約情要殺 還一定從神和收敗壞 有人呼吸五章十四節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犯罪遭遇得更厲害 所以我是刻意對付罪 有罪的意念立刻阻止就可以了 處理罪很簡單 如果你等到發大就很麻煩 一個心已經生氣了 立刻就處理 我生氣他 我自己損失 我為什麼要損失呢 他不好 我不用背著他的擔子 我不何必生氣他 我就立刻處理了 因為我有什麼污衛意念 這些污衛意念會破壞的 我就珍惜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可以給神大大提升 我就不要浪費他 立刻見到一個美女、美女都好 不要給他影響 立刻想回神 想回潔淨的事 生命立刻將污衛的東西拿走 煩惱都是罪的 哎呀很慘很慘 即是神告訴我們 神要照顧我們 不用煩惱的 神會幫助我們的 這個就讓神裡面的信心 加我們力量 我是有動力 任何的罪 任何負面我都處理 我經常都在平安、興省的裡面 但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經歷聖年之後 我就很珍惜生命 因為我看到神的恩怨很大 我就很珍惜 神的愛珍惜 原來神可以這樣提升我們 我就很感激神 我要很投入去祝福人 又發覺真的幫了很多人 我就全面性處理生命 又親近神 又得力 然後去祝福人 OK 這先所說有沒有問題 一個很簡單的教導 很簡單 就去鼓勵人 怎樣去親近神 遵從神 你上網可以看回這些教導 今天這個Facebook 和Youtube放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回 可以自己記熟那些經文 然後就鼓勵人 怎樣去親近神 去遵從神 有動力去做 那些金字音樂 分別的 都給你 再次看回